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 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来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海岸村恰恰恰,金轩虎前女友爆料 你支持这样的网络暴富吗? 今天要来聊聊关于说 金轩虎最近沸沸扬的新闻 就是日前呢,有一个传言 K某韩国大事演员的爆料长文 文中就细数说 K某演员呢,私下逼女友堕胎 骗女友之后可能要结婚 然后后来又反悔 私底下呢,又爱批评同剧的演员 演技很差,或是长相普通 甚至也讲到剧组的 他们的剧本啊,或是他们的名字啊 都有诸多的批评 然后这个黑料呢,长达数千字 就是黑料一戏之间呢,在网络上流传 最后呢,因为他就是一有所知 而且讲的其实蛮明确 所以各个媒体就在揣测到底是谁 就是海岸村恰恰恰的男主角金玄武 后来就逼了他,就是自己发了一个官宣说 他就是那个K某本人 超级戏剧化撒狗血的剧情 立刻引发网友的争相乐意 跟选边战 一派的人说法呢,基本上他们的立论点就是说 他这件事情应该是私事啊 然后关于要不要怀孕 要不要堕胎 或是要不要在一起 这件事情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 你都已经分手了 而且他其实有跟你说分手 就你还把他搬上台面 然后以这种就是爆料的形式 毁了一个男艺人 又这么有才华 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就是这个是一个方面 一个角度的人的看法 另一个角度的人就觉得说 哇,他真的就是渣男耶 就是没有爆料出来 真的看不出来 他的一幕前的形象 跟他背后的那个双面人的个性 真的差异极大 这个女的真的是委屈的 他讲出来真的是 帮千千万万的这种 以前被欺负的女生出一口气 就这两派的人都有 然后你看他在这个新闻底下 大家就会骂成一团 就是支持他的粉丝 会被人家骂说是脑粉 那不支持他 就是站在女生那边的人 就会说 你们这些人真的是三观很不正 就因为这件新闻 就引发了两派人在极变 那今天就要聊聊关于说 到底以这个新闻 就海岸村恰恰恰 男主角被前女友爆料说 他逼他躲胎 他骗他婚姻 然后有点始乱中期的那个气味 到底这样的事件 我们该如何看待呢 首先我觉得第一个 要立论的点就是 分手后的报复 你认为是大快人心 还是会让你更伤心 这件事情 金轩虎的前女友呢 在网络上发表这个 就是千言书戏说 他就是以前经历过的恋爱的过程 然后就是有怀孕啊 意外怀孕 然后就是说什么 他无套 然后没有算他的安全期 然后不小心怀孕了 后来就各种的甜言蜜语 希望他甚至讲出之后跟他结婚 就有点骗婚的这种嫌疑 甚至最后因为男方因为演了戏 然后爆红之后 有所谓的始乱中期的分手 提出单方面说是分手这样 然后中间那还有一些金钱纠纷 跟一些这个男方说 他的剧组的同剧演员的坏话 或者说他们剧组的名字很俗气 什么之类的 就单方面看女生的文字来说 因为我们现在只能够片面 从女生就是曝光这些几千字来说 不难想象 他的确在这一路的交往过程中 可能真的有很多的心酸跟忍让 那许多网友难免就会站在 就是同理女性的角度 觉得说哇 他真的是遇到渣男 就是被渣男所骗 就觉得他很委屈 甚至就对于后续 就是他再爆料出来 然后逼的那个金顺虎 自己出来承认说 这件事情是他 就觉得很爽 大快人性 终于让金轩虎这个渣男的真面目呢 在荧光幕前给大家知道了 但是呢 当金轩虎是渣男这个新闻 开始被沿上 然后剧组也换脚啊 代言全部被扯下来 形象毁于一旦的这件事情 大家就开始讨论说 那他到底这个做法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因为他等于就是毁了这个男人 然后一分手报复 然后呢 你分手 但是你只要报复这个男生 他的确很渣 那你报复了 然后呢 大家就要探讨这件事情 关于说分手后报复这件事情 首先呢 我们先如果撇开 公众人物这个角色 因为大家 平凡人如你我 我们大部分都是一般人 任何人分手之后 如果你分得不是很开心 或是对方有偷吃 或是有背叛你的行为 难免有所谓的报复之心 但是很可能呢 单纯就是想要所谓的解解气 就是你要气不过自己被背叛 或气不过自己被扎到 就是想解个气 亦或是 单纯就是想要听对方一句道歉 那他有道歉 其实你就饶过他 那当然还有另一派的人的想法 就是他会认为说 我要让所有人看清你的 那个丑恶之处 进而我要让你人生从此 艰辛不好过 有点像之前 如果是想遇到的状况 他就觉得说 不想要让其他女生受害 所以他把这件事情给讲出来 但是金春舞这个例子 他比较特别是 他们其实是有讲好分手的 只是中间的交往过程里面 有一些男生就是很渣这样 然而 先回过到一般人的情况来说 就是你分手之后 你要去报复 你报复了 那就终究无法 让你这段恋情再恢复吧 这是毋庸置疑的 因为你用了报复这个手段 他不可能再去爱你 而且也无法改变 任何过去已经造成的伤害 就像是他之前为了他堕胎 或是之前为了他 就是受过自己的委屈 或是忍让 甚至还要付出一些金钱代价 什么之类 或是情绪上面的压力 就是之后可能还有精神上面的压力 这些东西呢 都不可能因为 就是你报复而消失 甚至有可能因为 就是想要报复的 这个恨意太深了 就让你接下来的人生 被困在这个旧情 然后这个负面情绪走不出来 每天每日就是在想说 我要怎么报复这个人 你就是每天就活在那个 我要回首过去对方的不是 然后我要记取 他对我多不好 我要怎么样来冲扛他 来报复他 最后最后像这个女生 他终于报复成功了 但是呢 你会发现他自己越心越深 他有可能就这辈子 也走不出这个困境 因为他就是一直 沉溺在那个短暂的报复 跟顿失人生中心 这个失落感里面 就是在摆档 他有可能 他原本从分手到现在 报复成功 中间每天就在想要怎么报复 那终于有一天 他报复成功了 他有可能人生就此 就是想说 我为什么之前 前一段日子 我是怎么过来的 那我接下来人生 要走向哪里 他就顿失人生方向 这件事情也是挺可怕的 而且呢 你在这个过程中 你会让负面情绪 无限的延长 你本来分手 如果你就是告诉自己 就是要慢慢的放下 你可能花的时间蛮长 但是你可能 有一天会走出来 但是如果你是怀恨在心 你心里就是 揪着说报复两个字 你有可能就是 在心里放个五年十年 就是放不下这个人 放不下这段关系 有可能就是 长期纠缠着你不放 所以呢 关于第一点 就是分手后的报复 到底是大快人心 还是让你更伤心 我个人真的觉得 我比较偏向 就是你真的会 让自己更伤心 因为那个走出来的时间 会越拉越长 之前就有个心理学家 在说 你要跟一个人 真的说分手 必须从你最后一次 跟他联系做起 比方说你中间 跟他分手半年 但是半年中间 你密切的 还是在跟他联系 甚至跟他 偶尔还是会续缓问暖 他说真正的分手 是在你跟他 完全断的联络 那个才是真的分手 而这边的分手 比较偏是 比较坏的分手 不是说那种 后来就是默默的 变成亲人 那那个当然偶尔还是会联络 我讲的是那种骄傲的 但是如果你还 还会想要 就是试图的 去跟他联络 还是试图的 想跟他保持互动的话 那你那个心态 永远走不出来 那这个状况也是 如果你怀抱抱负之心 你永远就是 一直在跟他 就是心里就想着他 每天在查他的IGFB 或是在认真看他的动态 你就是走不出这个关系 你就永远走不出来 所以呢 与其你在怀抱 那个大快人心 那个抱负之后的 那个畅快感 有可能他会导致你 更难走出这个关系 跟更难放下这个人 所以这是第一点 我的想法 现在第二个关于说 金轩虎这个被爆料的新闻 所引发的讨论呢 我觉得二就是 对方到底是因为 他这个渣男太渣 他想要挥累 告诉大众 然后来就是 避免他去招了别人 或是这样的人 不应该存在荧光幕上 还是 不甘心 就是不甘心三个字 就是感情说到底 终究是两个人的事 所以是好是坏 唯有两个人 可以去理解各种的滋味 所以呢 我必须觉得说 就在不违法的前提下 因为这套的论述 是某一方的 我必须帮某一方的论述 讲出来 某一方论述就觉得说 他们又不违法 而且他们两个只是交往 又不是结婚 然后一个愿打一个愿哀 两个讲好 就是要交往 那最终也有所分手 中间当然是 那个男的很渣 没有错 我觉得男的是渣男 大家没有 没有任何的疑虑 就是说 他就是做了一些 可能要逼他堕胎 或是 没有履行承诺 之类的 大家会觉得他可能 在这个感情里面 的确是算渣的 成分是确定的 但是 别人没有立场 去持手画脚 因为那是你们两个人 谈的恋爱 你们两个人的关系 但是 把这件事情 搬上台面去讨论 大家就觉得说 这件事情 你是真的 就是抱持这么高的 道德标准 告诉 你是要告诉大众 他是一个 跟荧幕形象不一样的渣男 大家千万要注意 还是你就是这个报个 你很了解啊 玩 你就是报个私愿 就是以 金轩虎这个爆料新闻来看 乍看女方 单纯的爆料文来说 你的确 可以看得出来 他就直接了当 就是点出 男方就是个渣男 这个文章里面的重点 就是这个 然后除了 就是以结婚前提 半红半片 对方说 哦 我想要一个更好的未来啊 然后 就是你要去夺胎啊 如果你不夺胎 我可能会有违约金啊 这样子 我可能会付不出违约金 然后现在这个小孩子 即便你去生他 我觉得我也没有办法 就是放胆去爱 这样子 然后觉得 他甚至有提到说 这个男生感觉就是 情绪 或是他的性格 有点阴晴不定 甚至台上台下双面的性格 就是他会说 他在台面上 感觉很阳光健康 但是和他家 会一直大肆跟他 抱怨他的同事 抱怨这个剧本不OK 但是如果当 大家的戏红了 或是他引起注目之后 他又要反过来 在迎光幕前说 谢谢 他终于得到一个 人生角色 就觉得很恶心 但就有女方的描述 你会觉得说 他是不是 真的是被这个渣男 玩弄得很惨 就是欲渣 所以他才会心碎的 要做出这样的行为 就是觉得说 他要爆料出来 是因为 男方的私下言行 跟荧光幕前的 形象是还差太远 那这件事情 的确是 蛮令人折舍的 但是说到此 就会点出个盲点是 那女生 对于这个男生 你看那个文章 你会觉得说 哇 他对他这段关系 感觉他讲了很多 他中间 遇到的挫折跟委屈 跟哇 讲了很多 这男生的坏话 觉得他会很双面 然后他中间也是 发现这男生就是 感觉会有点言语的 暴力存在 然后会骗他说 要共阻家庭 甚至他那时候 为了他堕胎之后 后来那个男的 也都没有太多的 抱歉的感觉 就单纯 就是你看他的文字的话 你就会觉得说 他真的是很爱这个男人 所以他愿意为了他 委屈 吞沦这一切 那也有可能 另一个心态是 他单纯就是 不甘心 就是三个字 不甘心 自己付出了青春跟心理 甚至还为此堕胎 然后因为里面有讲到说 他那时候去 要堕胎之前 医生有跟他说 如果你这一次堕胎 有可能你会终身补孕 就之后可能很难生出小孩 又会这个疑虑 那无论如何老化已去 就是 你就会想到一件事情 那这一切爱情 不就是自己的选择吗 当你面对这个对象 你讲的这么的不好 不OK 感觉你就是 错付于人 然后他会恶性的欺瞒你 甚至有所谓的 就是言语暴力的 质疑的时候 你其实当下 是有选择权的 你应该当下 可以选择分手或离开 那大家现在就会讲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 就是在指责 那个被害人说 他其实有选择 他为什么要自己 接受这一切 可是感情上面 就是这样子吧 你两个人是说好 单方面 只要任何一方 说出分手 这段关系就是结束 没有办法 两个人是 分手是不需要有共识的 分手只要其中 一方说分手 其实这个关系 就已经是破碎的 就是这么的残忍 但是两方如果要 谈恋爱的话 就需要两方有共识 算是一个关系的稳定 但是说分手 真的是 其中一方说分手 这关系就是破碎的 所以呢 当这个女主角 要选择 忍让留下 然后可是 她又对这个关系 诸多的埋怨 当然大家会觉得说 她就是对爱情 有期待嘛 就是对这个男生 还很爱 所以她就放不下 可是当她最终 就是等不到 自己期待的那个结局 就是男生跟她结婚 或是男生 就是继续的爱她 那她就以这个 爆料的形式 诉诸公众 她的心酸苦楚 跟触发她长期的压力 跟所谓的 她精神状况 可能因此受影响 或是她觉得 她内心可能觉得 很不公平 她怎么可以 就是台上台下 两样情这样 那在动机上面 就是难免 就会受到大家 质疑说 啊你是 单纯 是想要跟大众 揭露 就是这个人很显恶 大家要看清楚 这个渣男的真相 还是 就刚刚说的 你是想要抱自己的一个思愿 就觉得说 诶我为了你付出这么多 但是你竟然没有跟我走到结婚那一步 你竟然就是抛下我跟我分手 就是基于不甘心被感情诈骗 但是被感情诈骗 这个层次就是比较广 那对女生来说 她一定觉得是被感情诈骗 但对男生来说 她可能 有些男生就会 站在这个 新闻的角度里面 她就会觉得说 诶 她有跟她说分手 因为里面文章里面 女生也有讲到说 男生有跟她讲分手 然后甚至男生 也在文章里面 没有所谓的偷吃 或劈腿的行为 然后甚至 她在堕胎的状况之下 也有 不是逼她去 她也是有跟她沟通 然后说服她去 最后也有付钱 这样子 那大家就在讨论说 那今天 怀孕这件事情 一定要两个人 有共识 甚至是堕胎这件事情 大家也会讨论说 那女女方真的 这么想要有小孩子 你也可以自己生小孩 所以 就是另外一派 为什么支持 就所谓的金轩虎的那一派 就会站在这个立场说 她明明 如果你真的 这么想生小孩 堕胎对你来说 这么痛苦的话 你当初就应该坚持 就是你自己 其实也可以养 你是个 成熟独立的女性 不一定要有男人 你才可以养个小孩 你可以当然当亲妈妈 但这个选项就比较复杂 但是 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你为什么一味怪罪 堕胎这件事情 丢给男生 这件事情 感觉也是有点不负责任 那派的说法是这样子 那另一派的说法 就会觉得说 金轩虎 就是单方面 以一个 就之后可能会有交往 或是以她的工作 然后也是半哄 半骗女生 去 去堕胎这件事情 然后觉得说 她就是没有 就是无套这件事情 那又那一色这件事情 就是对女生很伤 而且就是很不负责任 那这派论底也没有错 就是两派都没有错 但是就挥背到刚刚的主题 到底 这个女生的心态 是认为 她觉得对方太渣 她要公布给 就是全世界的人 知道说她这个渣男 还是说 她是基于不甘心 这件事情 我个人觉得 两种都有 但是后者的心态 多一点吧 不然 她为什么选择 现在这个时间点 去公布 大家就在讨论 韩国人真的很厉害 他们的网友 就因为 如果你有看 那个海岸村 里面就有一幕 就是有 突然里面 有生出个小孩 所以金轩虎 就抱着那个小孩 就对那个小孩 很感性的 甚至流着眼泪说 欢迎你来到这个世界 然后大家就是在评比 说当初看这个剧 说我觉得这一幕很感动 但是在 在衔接到这个行为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说 可是她自己亲手 剁掉她自己的小孩 这样 就觉得她很恶心 然后大家也说 女生是不是因为 看到这一幕 看到这个戏剧 就是反差差太大 然后让她觉得太恶心 所以她才要 把这件事情公布一次 那这件事我不知道 可是anyway 就是我觉得 女生的心态上面 一定是 有觉得男生太炸的心态 想要跟大家讲 那有一部分 我觉得不能否认 她觉得就是不甘心 不然她不用去 做这么大的宣址 那接下来迈入 这一个新闻的 第三个讨论重点 我个人觉得 重点的重点就是 我个人的想法就是 渣男可恨 而且非常不可取 这件事情无庸置疑 但是 我个人觉得爆料 就是报复 也不太道德 分手后 你以爆料的手段 去戳破渣男的真面目 虽然就是 就第一时间 大家会觉得 哇很解恨 就觉得说 这男的真的就是 需要让 这全世界人知道 他就是个渣男 但是这件事情 爆料这件事情 报复这件事情 不管是 你用什么行为 去报复 就是伤人七分 孙己三分 但前提 不管怎样 我觉得 今天讨论的重点 就是因为 她在一个 不犯法的前提之下 所以我觉得 还有讨论空间 如果今天是犯法 那其实根本就不用 讨论就是错就是错 但是因为 这个女生 她做的这个手法 就是她这个 不犯法的 轻提之下 男生也没有 基本上在她的 这样的过程里面 也没有什么犯法的 问题 所以大家会觉得 有讨论空间 但是女生选择 爆料这件事情 作为一个 所谓 不管是她觉得说 是揭露 或是她觉得是 报复的手段 都没有所谓的对错 我个人觉得 她要选择爆料 没有对错 就是她个人的选择 单纯就是一个选择 但是要 请大家去谨记这件事情 就是 做任何选择 她的好跟坏 你都要去承担 我觉得这整件新闻 我看到两方在 讨论的这么热络 加上身边 当然也有两派的朋友 会讨论这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 最可怕的点是 即便你赞同 这个女生的做法 但是我觉得 你也要去思考一下 爆料这件事情 她的确给了 这个大众一个角度 去看穿这个男人 跟也是警惕所有世界上的 渣男渣女 大家要注意 就是你有可能会持毕业 好不好 那另外一派 我个人觉得 值得深思 跟想远一点的是 当爆料文化 被大家就是 觉得说很赞颂 说对 就是我们就是要站在 那个被害人那一边 就是觉得 就是要把这种 渣男渣男给拱出来 我觉得你也提供了 现代的很多小朋友 就是国中和高中 或甚至大学生 会觉得说 报复这件事情 是正确的 然后或者是 爆料这件事情 是正确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 本身是有点可怕的 因为我们不确定 这样的观念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 把它用到正确的地方去 因为现在网络时代 这么的发达 IGFB很兴盛 如果每个人分手之后 都来玩 就是限动 发个 之前他跟他的前任的 各种姓氏的揭露 他跟前任 对他多不好 然后爆料给 全世界的人知道 这样真的是 健康的分手方法吗 这是指的 我觉得是个问号 而且再深推一点 是因为这个世界里面 没有人有太过 就是激进的手法 有可能 我说的比较极端一点 如果 今生我如果因此 他有一些更极端 比方说自杀 或是自残的行为 出现的时候 那舆论当然有偏向 那今天不管 今天这个行为事件 我是觉得 是爆料这件事情 有可能如果是在 一般的学生族群 或是年轻人身上 如果也变成一种 文化的时候 有可能就引发 更多的问题 但是所以 我个人就觉得 爆料这件事情 是真的不太 需要去倡议的 在这个世界里面呢 南方的确因为 交往的各种 二职行径 断送了自己 好不容易 就是殷熙爆红的 演艺之路 跟他的健康 荧幕形象 但是后续呢 你也看到了 这几天就在 女生 开始被挖出来 她到底是谁 她的长相 她的年龄 跟她交往经验 跟她之前可能 有做过什么样的 小道消息 全部纷纷出容 她的IG 她的所有社群 全部关闭 因为被 大量的负面骚扰 这一系列 也是因为她爆料 所衍生出来的问题 所以就是一体两面 所以我个人 真的不觉得 这件爆料的行为 值得被赞颂 那谈恋爱 遇到扎分手 我觉得大家难免就是 心情会不开心 然后会想抱负 甚至想爆料的念头 我觉得这是合情合理 因为大家都是人 大家都是有情绪 但是 在做任何决定 跟行动之前 请你好好地 顺顺地去思考 跟评估一下 自己做这件事情 真的 就是你要去思考说 你不要就是 抱着一种 我是提天行道 我是为民除害 的这个心态吗 你是真的是这样想吗 还是说你是怀抱说 我就是不甘愿 我被错付 我就是不甘心 她为什么 分手之后 她过得这么好 她变成 就是过得还是 最后去交别的女朋友 可是我可能就是因为 这段关系 我就是内心很受伤 然后我就不甘愿 所以我就要看她 我就要看她挫败 我看她实施 或者最后 还有可能就是 单纯 你就是想情绪 勒索对方 你就是想挽回 对方 这段感情 也有人就是 用那种逆向操作 用极端的这种 做法 想要逼她回来你身边 但不管怎么样 最后的最后 就是请你 要去理解到 如果你要去做 所谓的爆料 或报复的 这个行为 也有可能 你不只是 报复那个对方 你有可能误伤他人 像是在这 整个新闻事件里面 我觉得最随最随 就是被她爆料出来说 她跟她同剧组的 女演员 她觉得长得很村骨 长得很不怎么样 然后或者说 她的这个剧本 很名字很差 或者说她同剧 演员纪很差 我就觉得说 我何忽 我只是跟你 是同事演戏而已 然后因为你的感情事件 我就被你的前女儿 整个抖出来 抖出你的思绪 抖出我跟你的 那个什么工作的内容 然后还要 是不是踩我一脚 说我长得很丑 是不是我眼睛很差 对吧 就是误伤他人 这件事情也可能会发生 然后 我觉得还有一件 另外一个差题 就关于说 跟情侣之间到底 你可以多亲密 就是 你跟她可以讲 你同事坏话 或是讲你的 公司坏话吗 就这个新闻点里面 你就看到这个点 大家现在还没有讨论到 我觉得大家还在厘清 那个渣男的问题 大家还没有厘清到 到底跟你的另一半 到底可以讲到多深入 大家就有新闻下面 就有人在留言 就在讲到说 真的从此之后 跟你的另一半聊天 就只能够以那种 不指名刀心的方法 讲他的坏话 不然到时候 就像这样分手 被爆出来 不是很衰 然后你也就是 工作也工作不下去了 你跟那个同事 这辈子可能也不用想 继续的共识 这件事情也是蛮可怕的 所以 那个爆料的尺度 你也跟你要讲到哪里 跟会不会误伤他人 我觉得都要去思考一下 然后当然还有最后的 最后就是所谓的 误伤自己的 就是会爆料的后佐力 像这个女生 现在也可能就算是 自己也就是受到波及 因为她就是被 网友勒搜挖出来 她各种以前的黑历史 或她的各种的背景资料 那这个就是 爆料之后的后佐力 你自己也要去承受 那最终呢 就是一句话 渣渣就是虽然可恨 就是不管渣男渣女 都很可恨 但是如果你要为了 就去报复 但是你可能会伤了自己 爆料一时爽 但是你自己内心 那个伤会痛很久 而且你会纠缠很久 所以千万要三思而后行 那最后贴心的警语就是 我刚刚的讨论呢 都是提供一些角度 给大家去想 不代表说 就是我讲的就一定是正确 我觉得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观点 但是我提供的是 两派 大家现在为什么 争论不休的点在哪里 然后以这种角度的讨论 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 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就任何感情上的 报复行为 然后我都是不太赞同 也不太鼓励 更不用讲 刚刚所说的 网络爆料文化 我个人也是非常的 不看好这种做法 就即便他在扎 如果他今天都有犯法的行为 那当然我觉得就是 你可以爆料 但是我觉得他如果是不犯法 那我觉得 很多时候有很多成熟大人的做法 你可以私下沟通 你可以私下的给他一些暗示说 你想要有个明确的道歉也好 或是你哪怕就是 你就真的很不甘心 你可以有很多的做法 而不是选择 就是以爆料这个手段 如果大家都觉得说 这件事情是可行 然后是可以解恨 那我觉得这种风气 会慢慢的养成 但我真的觉得 这个真的非常不热见 就是我觉得 这种是已经是极端的手段 所以大家不要把它变成是一种 就是很正常的做法 而变成是 大家觉得这件事情很正常 这件事情非常不正常 所以呢 就是最后的最后 还是说理性无战 今天提供了三个观点 关于说金轩虎的这个爆料新闻 你支持这个报复行为吗 最后就要说 如果你对今天的议题 有任何意见跟想法 想要分享的话呢 欢迎你到资讯栏位的IG YouTube 那边去订阅留言 写下你的意见 或是你的看法 或是私讯我 你等疑难杂症 我都会一一的私讯回复 那如果你是用Apple Podcast 欢迎你到他们留下五星的评价 写下你的意见 我都去看哦 好啦就是今天的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哦